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22面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隐医 弃着就轻 那么佛陀在前面的经文当中 说我们身心世界是同时存在两种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一个五印所成就的一种五卓的相状 这个是一种表层的心事 第二个是他内在的体性也同时存在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 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我们面对一个生灭的五卓相 跟不生灭的本性应该怎么办呢 佛陀说要一不生灭延战性成 就是你刚开始在修学的那一念心呢 你的依止点是依止不生灭性 所以刚开始就是先找到你的生命的依止处 那么接下来呢 在以战旋旗希望面神 互还圆绝 然后再用这个不生灭的本性起观 用空甲张三观来旋转这个希望性 来慢慢地恢复本来面目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讲到我们内心当中 整个守嫩妍王三昧的两大宗旨 第一个 一个一 一个玄 首先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安住 我们讲因何因住 就是你要把这个身心世界当中 找到那个不生灭性 把它安住下来 你看古人他常说 他开悟以后他说 哎呀我终于找到我的歇脚处 像那个赵州禅师的八十岁 你看赵州八十游行脚 为什么呢 只为心头为巧人 所以赵州禅师去行脚的时候 有一个禅师就喝着他 老老大大 银河还无住处 你年纪这么大的 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地方安住下来 还在那边跑 他的住处不是说 外面我住一个小毛棚 那个不是住处 所以你内心中中 怎么还找不到家呢 老老大大 银河尚无住处 所以我们嫩妍经就是说 在整个生命的流转当中 你找到一个安全的家 然后你可以住下来 就是一个依 依子不生灭心为本秀 但住下来不是大事一半 你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希望的力量 要去消灭他的 所以要玄 就是银河降伏其心 用空甲中三观 来玄转这个希望的力量 所以你要掌握一个依 掌握一个玄 这两个字你就知道怎么修行 你就有资格闭关了 古人说 在闭关当中 官横提起来的时候 古德讲四个句诵 说念念照常理 心心习患成 骗官诸法性 无假亦无诊 所以你看闭关的人 他内心当中 他不管是金行拜佛 吃饭睡觉 他的心是回官缓照 照了他的亲近本性 就先安住下来 然后安住不是没有事 心心习患成 用空甲中三观 来对峙自己过去的习气 那么骗官诸法性 无假亦无真 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对错 没有好坏 你回归到正式功夫提起来的人 他没有事会可言 这个回官缓照是这样子 我们回官缓照才能够看到生命的全貌 问题在这里 有一个大学教授 他教美术的 那么这个新生进来 进到美术系以后 这个老教授 第一堂课 他说我们今天学画画 首先要是到一个观念 他拿一张很大的白纸 老教授上面点了一个点 问所有学生 你们看到什么 所有学生都说 我们看到一个黑点 教授说 这张白纸有99%空白的 你们只看到黑的那一点 你们这样子不可能做一个 美好的美术 美术的这个 这个艺术学者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往往的失去了 生命的绝大部分的心性 而只是追求生命当中某一个点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追求这个黑点 结果你不能掌握大局 我相信很多人有闭关经验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 也不觉得五硬生心的可怕 但是你一开始射心的时候 五硬开始反弹 一定反弹 你看后面那个五十阴谋 射印有十种阴谋 受印有十种阴谋 乃至于受小心事 各有十种阴谋 各种五十阴谋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你开始对峙他的时候 那他就开始抗拒你 所以你看 你越对峙 烦恼越重 你平常拜一百拜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要是一天开始拜一千拜的时候 你一到拜佛时间就非常讨厌 有时候不想拜佛 有时候不想念佛 甚至于想说干费就出去就好 那表示你真的开始用功 那问题是你怎么办呢 只有一句话 我要跟着你的感觉走 你该做什么 还做什么 就不管它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想法 开始用功的时候 它会变得更强烈 如果你说你休息 好像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表示你没有在休息 你就是过去的老样子 你以前是怎么样 现在还是怎么样 只是说你这段时间 多了一点善业的力量 积极一点善业 你根本对五蕴的五着力量 没有对峙 一个人要对峙 他一定会先有烦恼的反弹 所以你看 打佛基的人 越打烦恼越重 这个都是有在用功 因为他把烦恼逼出来 问题是你逼出来以后 你怎么办 第一个 你要怎么安住你的心 烦恼一直在干扰你 他告诉你很多事情 他给你很多信息 你怎么办 迎合阴住迎合相互其心 所以这句话很好 念念照常理 心心习换成 骗官诸法性 无假意无真 第一个 依止不生命性 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 不能拜 要他拜 然后呢 你观想这个是虚妄 开始对峙他 破坏他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乐言经 第一个一 第二个玄 这两个字你把它参透了 你大概就有资格开始修行 我们看影二的以意合法 前面是一个讲到修行的观念 这以下以辟欲 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浅显的辟欲 来和我们仿妄归真的 这么圣妙的道理 我们看佛陀长出什么批语 如尘所水 除以尽弃 尽身不动 沙土自成 清水现前 名为出福克成烦恼 弃你存水 因为永断根本无名 名相清纯 一切变现 无畏烦恼 结合涅槃清净妙的 这个地方包括了调服烦恼 跟断除烦恼 这两件事情 我们先看调服 如尘着水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盆很污浊的水 这个水有五成的泥土 从上到下 有五成的污浊 那么这五成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它澄清 要把它澄清一下 这个污浊水不能用啊 喝也不行啊 洗也不行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让它澄清呢 除以尽气 你要把这个水呢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动它 放在一个 急静不动的容器 先找到一个 安定的容器 把这个污浊的水放下去 那么放久了以后呢 静深不动 就是这个 急静的力量强了以后呢 这个水就不动了 这个偶尖是说呢 静深不动 就是观横立身 就是我们开始 遇到什么事情 回光缓照 你从什么地方来 我们开始不被 这个五印的作用 开始迷惑了 开始去照料 我们生命的根源 开始不迷不举不动 那么久了以后呢 沙土制成 这个污浊的泥沙啦 这种泥土啊 慢慢沉淀下来 这个地方 欧伊达斯讲 炎浮五柱的烦恼 烦恼浮住了 不动 那么这个时候 沙土沉淀以后呢 清水陷潜 清净的水陷潜 这个地方是真理陷潜 恶空真理陷潜 名为出福课程烦恼 这个就叫做 辅助了整个课程烦恼 这个地方 欧伊达斯说呢 课程烦恼包括了 断除界内的见识 也包括辅助界外的无名 皆为在言教的实性满性 调伏烦恼 那么刚开始是先从调伏 那么先看第二段 接下来 气泥存水 那么前面我们透过 不迷不取不动 把这个泥土啊 沉淀下来了以后呢 接下来呢 把下面的污泥的水 把它拿掉 这个时候呢 永断根本污泥 这个污泥啊 再怎么动都没关系 你那个时候 和你要怎么动 东去西去都可以 这个时候 言教初注啊 乃至于到庙节的佛果 都叫做永断根本无名 他们这个时候 他的身心世界 是什么相貌呢 这一下佛陀讲出两个相貌 第一个明相精存 这个因为他泥土拿掉了嘛 他怎么动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依止的是一种法性的五印身心 他内心当中 充满的清净光明 至受用 叫做明相精存 那么他受用呢 一切变现 那么这个菩萨 随着他身心世界的 种种的悲愿啊 他能够变现一切 死法界的五印呢 千江游水 千江夜 来到众生的世界 来度化众生 一方面有至受用 一方面有至受用 跟他受用生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 总而言之不为烦恼 结合涅槃清净妙的 那么他的身心世界 不再被五印的烦恼所干扰 而所作所为 都合乎常乐我尽的 涅槃的四种功德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辟意就很清楚了 我们前面讲说 一指不胜灭心 来弦转希望 那么下手处就是这个四个字 静生不动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时 梦言经不强调 断烦恼 因为这个烦恼是五印升起的 而五印的本性 就是清净本性 你把五印断了 清净本性也就是断灭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静生不动 我们看这个辟语是很妙 你看它一个污浊的水 我都没有叫你说 加上什么清洁器 干什么 加上有的没的 反正你就是把它不动就好 刚开始你就是 心肠绝照不随旺转 就是 先求不动 再求水眼 这个很重要 你看一个初学者 他就很多理想要做这做那 那你主持道德是不同意 就是你这个水要先不动 你要能够先练练照常理 安住不动 让整个五印的烦恼像 先沉淀下来 直接就不动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 把整个我们修行的依止处 所谓的依不生命心为本修因 找到以后 在不生命心里面住下来 然后安住不动 这个是整个在修首能源 撒妹的第一个重点 我们看第二段 因审祥烦恼根本 那么本经当中讲到 修能源指观有两种道权基础 第一个审查因地化性 前面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审祥烦恼根本 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心开始安住在一念献性不动的时候 接下来你要好好地去详细地去观察 烦恼的根本到底它是什么相貌 第二个它的处所在哪里 分二 一 总欠审详 第二个正式审详 先一个隆总的劝勉 我们要好好地去详细地审查 这个烦恼的根本 我们看经文 第二一则 如等必义花菩提心 以菩萨圣生大勇蒙 决定去见诸有为相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一点成前起后 那么讲到第二种决定意 把前面的观念再重复一下 说阿兰 你们都是 我们都是化的菩提心 要修学菩萨道 而且对菩萨道 这么多的男行人行的种种的恨门 升起了勇猛心 丈夫自有 冲天志 不成佛道 势不休 那么这个当中 你已经真正地找到你的 生命的斜角处 安住下来 已经舍弃的 一切有为之相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 就是刚开始 修行第一件事情 先把心安住下来 先找到你心中的家 那么找到家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就清楚了 应当审想烦恼根本 此无始来 发业论生 谁作谁受 阿兰 努修菩提 若不审观烦恼根本 者不能知 希望根成 何处颠倒 处上不知 因何降伏 其如来位 那么当我们 心安住以后呢 你接下来 你要好好的去 详细地去审查 我们整个烦恼的根本 是什么 这个烦恼的根本 这里要讲出两个 第一个是 无始生死以来 发业的烦恼 跟论生的烦恼 这两种 那么这两种 到底你要好好的审查 什么呢 是谁作谁受 这个作 就是讲因地 这个因地是谁来造作 那么结果又是谁来领受 作者是谁 受者是谁 提出这个问题 那佛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 佛陀一下讲出一个理由 说阿兰 因为你今天要修学的是一个无上菩提 你的结果是无上菩提 那么在因地的时候 假设一开始 不能够去审查烦恼修学的根本 那你就不能了知 在我们身心世界当中 那个根层的交互作用 六根接触六层 产生种种的烦恼 这个烦恼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活动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假设你连烦恼的处所都不知道 你要怎么调伏它 怎么样成就如来的果位呢 说你现在有很多的精对 很多的法宝 要对视烦恼 但是烦恼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调伏它呢 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讲出了两个重点 等于是一个总标了 第一个 谁作谁受 烦恼在哪里 后面会讲到 其实就在六根当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烦恼是什么相貌 这个本经讲到两个 第一个 发言烦恼跟论生烦恼 我们简单讲一下 其实这两个烦恼 都是以攀岩心做根本 就是向外攀岩 只是说它的一个维系跟初险 那么维系的呢就是所谓的发业烦恼 就是它有发动业力的功能 这个就是在十二因言当中的第一支 所谓的无名 也就是我们心中的 我执跟法执 我执跟法执很多人可能不懂 简单的讲 我也是写一句话很简单的 就是有所得的信 就是我们总是觉得 外在总是有好的东西 可以当我们追求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说 真如就不喜欢 守住它的本位 真如不守自信 就喜欢向外面动 所以你为什么向外面动呢 因为你总是觉得外面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去追求 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有所得 这个就是我执跟法执 那么你这样有所得的那一念迷情 就造成了发跃烦恼 其次呢 当烦恼把业力创造出来以后 必须有一个润身的烦恼 润身 这个身又是有成熟的意思 把这个已经造作的散热业力 把它成熟成一个 有得果报力量的种子 我们造很多业力 来生不一定得果报 不一定 你要去滋论它 那么是谁来滋论这个业力呢 就在蛇音源当中的爱渠 我们对于三倦种种的爱渠 就把这个第八识当中有落的业种子 加以滋论而变成是一种瘦身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三倦当中投胎 要有两种烦恼 第一个发业 你过去有一种有所得的心 发动的善恶的业力 第二个 你对三倦果报 要很喜欢这个三倦果报 你才会把这个业力把它指 就像这个种子 你有种子 你不能吃水果 你要把它施肥 浇水去滋论它 那么滋论正是我们的爱情 一般来说 你看禅宗 跟净土宗对烦恼的态度不太一样 禅宗的对峙 它直接针对这个发业污蔑 你从什么地方来 它破坏那个有所得心 那个我法二手 净土宗 它比较对峙爱情 你看净土宗 特别是阴光大师 比较末流的 明末以后的净土大师 很少提空性的道理 比如说你因为爱情 没关系 不妨爱往生 你把对三倦的爱情 转成对净土的爱情 就放个方向 就是你那个心 感情改变一下 同样的感情 你看净土宗它要花跃 它要有所得 有所住 当然净土宗它所住的是来神 它是把心住在净土 我今赞做说佛克 不久连慈会上 这是不同的感情 因为它是透过一种 对阿弥陀佛的一心闺蜜 而构成感应道教 所以它这两个是不太一样 净土宗它比较偏重在 爱曲的转变 禅宗比较重在 对峙心中的有所得 总而言之 这两个都是属于 心中的一个 在六根当中的两种的攀岩心 一个是维系的发业烦恼 魔法二职 一个是初浅的 心中的一种爱曲的攀岩 那么这两种烦恼 都保存在我们六根门头当中 不断的活动 这个你应该要清楚的 这段是讲这个意思 我们看奎二的正式审详 前面是一个总说 这一下就正当的指示 应该怎么样去详细地审查 烦恼的根本 跟到烦恼的活动处所 我们先看伯多先讲一个批语 子一 第一 阿兰 如观事件解节之人 不见所结 因何之结 不闻虚空 被如挥裂 何以故 空无形象 无解节故 伯多说阿兰 比方说 伯多讲出一个事件上 容易了解的比喻说 解节之人 所以有一个人在神子上打了一个节 要其他人把这个节解开来 那么不见所结 如果说这个解节之人 根本不知道这个神子的节 到底解在哪里 因何之解 他又怎么能够把这个神子的节解开来呢 他连节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解开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西空被如挥裂 说西空被谁破坏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西空是无形无相的 既然西空是没有形象的 那又怎么能够成就节 又怎么能够去解开呢 连节都没有怎么解开呢 这个意思到底要讲什么 为什么把西空也讲进来 我们前面 安住在不生命的本性 不生命的本性 你不用修 西空没有结 你安住在不生命的本性 你到底是对峙谁 你不是对峙你的信心 因为你信心没有必要对峙 就是你这个时候去看看你外面的那些 六根 开始向外去看你六根 产生了种种的结 当然后面或者我讲 我们每一个根都有六种结 动静根成空灭 那么这个到后面会说明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其实心性是没有结 但是结是在你的六根当中 你要去对峙的是六根 所以安住心性 但是你真正的战场是在六根 你的对峙的烦恼是在六根 这个要清楚 安住的地方是安住 安住归安住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住在这个家 但是我们工作环境有工作的环境 那你要注意你的工作环境 但是你也要住在你的家 家归家 工作室归工作室 那这个地方也讲到 安住归安住 对峙的处所归对峙的处所 这个要清楚 理事要分清楚 理上是安住心性 在事上呢 在六根对峙 好 那么这个观念清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下讲了 子二是法 前面是批语的这一下详细的指示 他所绣的法门 这下两段 第一个 尾是颠倒处所 何所结义 第二个 正欠降者降服 何之结义 先看第一段 那么先尾是 先详细的指示 众生的颠倒处所 这个颠倒就是烦恼 烦恼的处所 何前面呢 这个是个神子的 这个结的评语 这就要分两段 第一个 总是结根 第二个 别是结相 先隆总的解释 六根的结 这个结到底在哪里 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了 者如现前 掩耳鼻舌 及一身心 六位贼眉 自结家宝 由此无始 众生世界 生残服故 一次性见不能超越 那么 到底这个结 神使的结到底是结在哪里呢 这个烦恼到底是在哪里活动的呢 我都直接讲出来了 就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当中呢 掩耳鼻舌生意 这个六根门头当中 所以 银河阴住 住在心心 银河降伏其心 就在六根中降伏 这个要清楚 这个观念要很清楚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六为贼眉 自结家宝 这六根呢 是一个贼的一个眉界 什么叫眉界呢 我们解释一下 这段古人说呢 六成是外界 你看色身相会触法 一天到晚 诱惑我们 干扰我们 这个叫外贼 我们的六四是内贼 产生很多的希望分别 那么六根刚好积在中间呢 是内贼跟外贼的一个眉界 内贼通于外贼嘛 要是没有六根做中间的话 没有六根的这个眉界的话 他们两个不会在一起的 所以本经在讲二十五元通 他特别重视六根门头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刚好居在内外的中间 外面是六成 里面是六四 六根刚好是在中间 所以所有的烦恼都在六根里面活动 所以你把六根控制好了 内外全部安定 所以他是一个贼的一个眉界 那么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字节家宝啊 因为六根的作用啊 破坏心性当中的本具功德 不能显现 所以由此六根门头的 练练的续放分别啊 产生发业论生两种无名呢 使令我们众生世界 这个众生世界指的是正报 是友情众生啊 六根当中呢 产生了残伏 这个残伏就是前面说的 发业烦恼跟论生烦恼 我们开始被 在六根当中被两种烦恼所吸服 而 对于外在的气势间 这个气势间指的是六成 外在的六成啊 那么就不能超越了 因为从今以后眼根就不能超越色成 耳根不能超越深成 乃根不能超越法成 这个六根啊 偶尔大师讲出一句话来形容六根 这个六根啊 弥之者为六贼啊 悟之者为良民啊 所以那六根 你说那我从今开始眼睛都不看了 耳朵也不听了 那你也玩了 不是这个意思 你该看还是要看 该听还是要听 但是你就是 观照力要献起 不是叫你不要看啊 你从今以后你就买两个耳塞 把耳朵塞起来 你不是在修那颜金啊 你是在入五想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意思在那个玄嘛 我们前面是什么 转嘛 要转外境嘛 不要陪他所转嘛 观照力献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古德讲一句话说 若人无心于万物 何谎万物常围绕 重点不是外境 重点也不是你内在的六事 重点是你那个中间的六根啊 你在六根当中观照力下陷阱 六根 所以他这个地方 无心于外境啊 就是说无心道人啊 你看那个教官法师 他讲任意经呢 他就讲了一句话不错 他说舍事用根 这个句话很重要 不要用你的想象 用你的 吃就好 六根的吃 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啊 知道 但是不要想象 知道就好 就像镜子一样 知道 但他走的时候 心中没有留下痕迹 舍事用根 你看经典上有说啊 你看 供养十方诸佛啊 你比不上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的十方诸佛还是一个外在的成像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内心当中能够一种 升起一种无心的关照 这才是真实的功德 当然这句话有一点鼓励大家要回观还照的意思 那么回观还照到底是造什么呢 就在六根当中 回观还照 这个地方讲出他的一个修行的处所 这一下我们看别是结像 个别解释六根的 这个升级这个结的像状 分两段 第一个呢 是耶众生世界以名望述 第二个耶世界望述 以利六根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耶众生世界以名望述 二栏 银河名为众生世界 那么耶众生世界呢 是耶者 众生世界是有情众生呢 来说明这个六根当中的虚妄的功能数目 那什么叫做众生世界呢 是有情众生所形成的世界呢 先提出这个问 这个地方跟六根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了 世为千流 世为方位 如今当之东西南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上下为界 过去未来 现在为世 方位有时 流速有三 一切众生自望向尘 身中茂间 世界相色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啊 就是众生的世界 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世 世指的是时间相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当中呢 讲到的这三世是千流变化的 因为过去 现在 未来 它不是静态 它动态 所以我们的时间相是动态 你说现在 什么叫现在 你讲现在的时候那个相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世是千流相 界 这个界是空间相 是指的 我们所安住的方向跟位置 空间相 空间相有哪些呢 你应该当知啊 空间相有十种空间 东西南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上下 这个叫做界 我们所安住的方位 那么过去未来 现在这个叫做是 这种时间 所以方向有时 时间有三 那么一切终生呢 都是依止能言的心 其攀言所言的静呢 心静交互的作用 而产生的身心世界 所以 生中冒迁呢 既有了这个色生以后呢 我们就必须有世界的存在 这个色生就开始千流变化 而形成时间之下 那么即使色生呢 也有前后左右的差别 那么 以及种种的转化变化 而成为空间相 为什么说空间是变化呢 时间是变化我们很清楚 空间也是变化 你看你 你一下子在左边 这个东西本来在你的左边 你下的课以后 它变成在你的右边 你跑来跑去的时候 这个前后左右 也是改来改去的 所以时间相 空间相都是不断的变化 叫做生中冒迁 就构成了四见相色 所以四根界 这时间相 空间相呢 两者互相的射入 而构成了一个时空的相状 我们看总结的地方 而此界信 色虽十方 定位可明 四见子目 东西南北 上下无畏 中无定方 四处必明 一四相色 三四四三 碗转十二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然而呢 这个十方的世界的体现 它方位虽然是有十种之多 但是它事实上 比较明确的定位呢 世间上 一般来说 只有旧的东西南北 其实十个方位 主要汇归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 就是我们讲前后左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下无畏 因为上下两种方位 是没有决定位置的 你说桌子在地板的上方 那桌子是上吗 也未必啊 你就坐在桌子的上方 天空又在你的上方 所以这个上下的方位 是不决定的 而中间呢 也没有一定的处所 也没有所谓的中间 也变来变去的 所以在方位当中呢 只有东西南北 这四个数目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们起空间起四 一二三四的四 那时间起三 所以空间的四跟时间的三呢 构成一个三四的相貌 或者四三的相貌 总而言之 晚转十二 不管是三四 不管是三 都是形成一个十二的数目 那么这十二数目呢 经过流变三叠 经过三重的变化 就构成了一十百千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古德解释很多了 但是解释得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根据偶尼大致解释 就很清楚了 这个三叠啊 第一叠 就是三四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有一个射身 一定有所谓的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定有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东西南北 那么三四就是一十二了 第一叠就构成十二数 第二叠呢 偶尼大师说呢 在十二数当中 每一个十空呢 都有礼记十法界 礼记十法界的相状 这是第二叠的 这个十二乘以十法界就一百二十了 第二叠被一百二十 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呢 又记住了四召法界又乘以十 所以一百二十再乘以十 这一千两百 一千两百呢 一十百千 他只是取一个大概 应该是准确的说一千两百 那他这个地方讲一十百千 是大概的数目 第一叠是三四乘以十二 变成一第一叠 第二叠呢 每一个数又包括了 使法界 礼记使法界就变成一百二十了 一百二十再有一个 四召使法界 就一千两百 就构成我们每一个设身当中 有一千两百个数目 所以偶尼大师说呢 这段经文当然主要的观念讲 十四古今始终不离当年 你一念心性 记住的过去 现在 未来 记住整个十空像 都在里面 那么佛多讲这个 世间像 空间像是干什么呢 下一段你就清楚了 看毛二 耶 世界旺术以利六根 那么前面讲到世界的旺术有一千两百 那么来分别的说明六根所记住的功能 来选择你的言通本根 是这个意思 分两段 第一段呢 明信本颜容 第二个 明用分优劣 那么信本颜容先讲到六根的体性是颜容的 本经文 总挂始终六根之终各个功德有千二百 好 来 这个前面的世界啊 它的十 十指的是什么 第一叠叫做十 就是十二书 中呢就是第三叠一千两百 那么整个第一叠第二叠第三叠 这整个始终当中呢 六根的体性呢 其实是每一根做记住一千两百功德 都是圆满的 都是圆通厂的 圆满就是圆通厂 再看第二段 用分优劣 但是在作用上呢 就这说法世界的音乐来说啊 底切六根的功能有差别 第一段是总明 第二个别是 看总明 阿兰 如父遗中 克定优劣 那么你应该在六根当中呢 去选择一个六根的功德的优劣 来当作你一个修行的一个所关键 这个信中严荣啊 用中分成优劣啊 偶尔大师举一个辟语啦 他说啊 有六个人在夜晚中散步 六个人同时看夜亮 六个人都看到夜亮的前提 这个叫做信本严荣 每个人看到夜亮前提 没有一个缺缺黄 六个人看夜亮都得到夜亮嘛 但是因为心中的妄想不同啊 对夜亮的解读不同啊 就产生不同的想象 不同的看法 就产生六根的差别 我们一般来说 一念心性 向外发展就是六根嘛 你所有对外的活动都要通过这六根门嘛 整天六根门其实功能不太一样 你看我们用眼睛看东西啊 你很容易疲惫 所以我们进土中 不强调观像念佛 因为你做不理 你一看佛像看一个小时 你就完蛋了 你休息三四个小时 但是你用耳根听 你越听啊 内心精神越好 越养神 所以这个修行的确要选择一个 沿通的本根 因为这个六根 我们朔博世界的过去的业力啊 它的功能第一个 它是不是周遍圆满 它功能是不是持久 你就要选择选择 因为我们说 我们安住的点是心性 对视烦恼在六根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同时面对六根啊 那你怎么修行呢 你一定要在六根当中再怎么样 再检别一下 到底哪一根是你的下手处 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就详细说明 六根当中啊 到底哪一根 才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的处所 下一堂课会讲清楚 那么在任元经它的道歉基础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的心 要安住在 什么地方 第二个 你对视烦恼的处所在哪里 这两个 比方说你今天 你睡觉的地方在哪里 你工作的地方在哪里 你要很清楚 你安住的地方在哪里 你对视烦恼处所在哪里 这两个重点 银河阴住 银河相互其心 那银河阴住 我们前面讲很清楚的 那你到底 这些攀岩心的烦恼 到底在哪一个地方 是你下手的对住的处所 我们下一堂课再详细地说明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向下文长复在来日 回向 好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